美国印第安纳州经济发展厅长罗森伯格 今天请了率团访问台湾四天 前期将会拜会半导体业者 并且正式宣布在台湾设立印州办事处 这将是美国第24个州在台湾设立办事处 印第安纳州和台湾在1979年缔结了姐妹州 是台湾在美国的第一个姐妹州 2022年印州的州长侯康安访问台湾 和台湾的经济部签署了经贸及科技产学合作备网络